女性贫血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大部分女性都会有不同程度的贫血症状,症状比较轻微的情况下,是可以采取食疗的方法来进行改善的,在生活当中有不少的食物能起到不缺氧气的作用,所以女性朋友应该多吃能够起到不缺作用的食物,而且要注意饮食禁忌,来防止贫血症状更加严重。 下面我们就具体来了解一下女性贫血的饮食注意事项,女性可以多吃哪些食物养血,多吃樱桃,很多朋友都不知道樱桃有不缺的作用,因为樱桃里含血量是非常高的,而且这对于合成人体去红蛋白和鸡红蛋白能起至相当大的作用,所以贫血的人多吃樱桃是可以起到补充养血和活血所需要的铁元素的, 这样就达到了补养的目的,多吃鲤鱼,其实鲤鱼也是不错的养血的食物,非常适合产妇或者手术后的病人用来补血,在平时经常有月经量比较大的女性朋友也可以多吃鲤鱼,在月经过后多吃鲤鱼就可以起到补血的作用。 多吃菠菜,菠菜也是很不错的补血食物,因为菠菜里含铁质和胡萝卜素是非常丰富的,这些物质可以促进血红素的产生,贫血的女性朋友适当的吃一些菠菜,可以起到补血的效果。 但要注意的是,菠菜不可以喝豆饰品同时吃,否则很容易形成结石。 多吃桂圆,桂圆也是很常见的补血养血的食物,很多女性会用桂圆加红枣以及莲子等中药才好成粥来喝,其实刚吃桂圆也是有补血效果的。 但是桂圆一次不能吃太多,否则很容易出现伤火和流鼻血等不良现象。 多吃南瓜,南瓜的营养价值非常高,而且很容易被人体所吸收利用。 但是有很多人都不知道,南瓜其实也有补血效果的。 贫血的老人和女性,以及消化功能比较差的人,可以多吃南瓜来进行调理。 女性贫血应该少吃哪些食物呢? 少喝浓茶,因为茶叶会对铁的吸收起的移植作用。 当人体内不缺铁的时候,就会减少体内血红蛋白的合成,从而就会出现贫血的现象。 少吃大蒜,大蒜含有较多的挥发性物质。 经常吃大蒜会移植外叶的分泌,而且会导致血红蛋白,以及红细胞的数量下降,这样就会加重贫血的症状。 少喝牛奶,牛奶的含铁量并不是很高,含有较多的改合链,会跟体内的铁花生化石反应。 这时候会加重贫血的症状,所以贫血的女性应该少喝牛奶。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